DK 被人覆了場 讓我打一會兒機吧 打籃球遊戲當然是自創球員才夠好玩 但選擇什麼類型的球員好呢? 如果選擇這個得分後衛,有速度,得分能力夠強,三分能力是A,特場是突破上纜 潛力是A,CB值有90分這麼多 但這個前鋒CB值也有90分 身形又夠高,夠大隻,而且投射命中率也很高 橙籃有得,三分有得,潛力都是A,好難選啊 喂,別玩了,我不是打遊戲 不打遊戲?那換三軍隊吧 哇 想不到平時在球場上兩位打球這麼有默契 阻礙我打遊戲都這麼有默契 今天來到Holly考考你們有多好默契 一人拿一塊白板,拿紙筆 問你們一些問題 例如第一條問問你們覺得對方和自己的關係是怎樣 究竟是大雄和伴虎 是比卡超和小子 還是樓川峰和櫻木花道 大家遮住自己寫個答案出來 查實這三個組合給人的感覺都很不同 伴虎和大雄就是一個食住一個 小子和比卡超合作無間 至於櫻木和樓川便是良性的競爭對手 好 先問阿勤展示一下這個答案 樓川VS櫻木 那誰是樓川,誰是櫻木呢 櫻木是我 櫻木是你 為什麼呢 因為我本身一開始 可能從小的開始 實力都很強 但是經過了我們 可能在競爭方面 慢慢一起打 因為我們是從小到大 Like Elite 或者可能廣青的時候 一起練球 一起對壢 競爭是非常之大的 但樓川你被譽為是很有天分的 蛇手精 是否這樣看笑話 其實是 我也覺得 因為本身邵華是一個 身形和技術方面都很出眾 他小時候是打四五個位 只要一轉變變三個位 二三個位的時候 他們轉變得很快 所以是非常之有天分 好 那邵華 看到隊友阿勤這樣說自己 你怎樣看 拿個答案出來 你選誰 我選自己 我當然是櫻木 你又是櫻木 為什麼 因為其實櫻木 大家都知道他很遲才打籃球 其實一開始他都是打不到後隊 又選不到很多東西 然後又是做後備 看著別人打球 一開始就沒有出場機會 其實我以前也是 因為就是那時候 你曾經經歷過這些經歷 你就會去很肯努力去練習 所有你現在有的技術 那為什麼阿勤是樓川呢 那他 因為他其實有個特場 特場就是他的炒蛋布很厲害 嗯 因為他其實從小到現在 他的炒蛋布 就算是在格組 在國際賽 都是有差不多的威力 還有其實他就算 好像以前他未來遊 之前的男青 他也是靠著上籃這個技能 去拿到德方王回來 這個時候就要說 假設對方要在NBA球員身上 偷走一個技能 你覺得對方最應該偷走別人的技能 其實簡單來說 覺得對方有什麼地方要改善 有什麼技能要偷走 少華也寫得很快 應該是跟阿勤這個位置差不多的球星 好 先讓邵華展示 我看邵華很早就已經想好 OK Chris Paul 那CP3有什麼技能 是覺得邵華應該要擁有呢 其實 因為 以我所知 其實阿勤也是想再打高層次一點 可能你去到 去 假設去到G Bay的時候 可能阿勤會 做一個控球的位置 其實他可能 那個視野要比較好 因為其實現在 在香港 他進攻是 沒有人能夠壓到他的 因為他想做什麼都可以 所以他拿著球 其實現在很多任務 他都是負責終結的 其實視野也是OK的 只不過是 如果再想打高層次一點 可能要再多 再闊一點 去看看有沒有隊友 可以令到自己有機會 或者幫他有機會 令到自己會更加輕鬆一點 可以打高層次 邵華真的很厲害 明明好像是說你要改善的地方 但又讚到你 真是不得了 好阿勤 拿個答案來看看 看看又是怎樣 咦 有沒有那麼差 兩個人 CBP全球 你又說一下 你的想法是怎樣 笑話是怎樣改善呢 說真的 很難想 他的決點來說 他打球的風格 他投射方面 都非常優秀 可能突破方面也好 防守也好 唯獨是全球而言 為何我們一樣呢 因為我們藍化練球的時候 我們兩個 經常被人說得最多是甚麼 全球 我最深刻一次就是 成龍杯阿楊 阿教練 現在我們大專教練 有時 好像是第一屆 我第一年 你第一年 你第一年 對大專杯 他可能很緊湊 對抗瑜的時候 可能找了邵華開了一個 那球應該是開出來 不要轉過才行 誰知道 真的轉過 真的轉過 有誤會 有誤會 被阿楊罵了一堆 平時阿邵華不會被阿楊罵 但那次真的被阿楊罵 有誤會 有誤會 會否知道對方 會把誰是我們一個 的角色模特兒 偶像 即是不誤會 即是 即是覺得對方 即是知道阿勤 也知道邵華很欣賞 阿邵華也知道阿勤很欣賞 有什麼例子 好我見到 這邊已經有答案了 好 OK 好 這個我們要先試玩 有 南華的Layvon,輕輕解釋一下吧 其實Layvon,除了令我們對球證對提升了很多 也令阿琴很容易 因為阿琴剛來到的時候,對抗性比較弱 因為可能年紀很小,身體結構不太好 Layvon會給他很多提點 教他如何用自己的身體,如何用力的速度 你不要跟別人硬碰硬,要用自己的優點 還有教他你什麼時候要做什麼的事情 其實這是令阿琴提升得很快的原因 Layvon,我記得也有燃起你的火 你剛進南華的時候,有句話點著了你 我可否再說了一點點給他們 Layvon剛進來的時候,因為那時阿楊還在打 那時阿楊,我第一年是更粗 正常都是在旁邊收拾球 那天教練就突然安排我參加他們的一打一訓練 一對一 因為正式球員就自己一起練 因為Layvon仍在等著打比賽 安排了我去跟他打 對,Layvon第一場跟我打 因為他有一個規矩就是三下打球 就要完結了 他跟我打,他一下打球都沒有用過 三球都三比零,然後就發脾氣走了 這個人很差,我不想跟他 但是到現在 他自己都記到現在 他經常都笑 好,展示一下你的答案 看看你覺得笑話應該欣賞哪位球員 嘩,你又是這麼尷尬的? 等一下 OK Duncan 我們在這隊球裡面 你看到Duncan 除了他鞏固在禁區的位置 即是鞏固內線 另外他就是一個隊長的角色 去帶領我們去贏這一年的所有冠軍 因為他除了在球場內幫助我們 球場外的士氣的帶動 甚至是團結 令到我們團結的其中一個重要的 其實兩位無論如何去到南華 都是不停努力 在現在的球隊上 都需要很多競爭和挑戰 但是說到這麼嚴肅的話題 如果說到大家相識對方這麼久 最後對方這件最弱的事 會是些什麼呢? 可不可以寫下呢? 給各位觀眾了解一下呢? 為什麼阿勤的樣子這麼尷尬? 而我和笑話又少得這麼開心 想知道原因在哪裏 以及他們爆了什麼大件事 記得留意下一集吧 好 笑話給各位聽聽